今天下午在北京冬奥会的主席文中心 国教委会举行了赛前的筹备发布会 介绍两方面 一方面是赛事筹备运行 一方面是防疫 那么国教委会对于北京冬奥会的筹备 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那么也是因为2008年下午会的成功举办 所以说有很多的奥运遗产 包括赛场 包括赛事组织的经验 所以从国教委会的角度来讲 和北京冬奥组委的合作 是非常愉快的 非常顺畅的 而且有很多的经验 是从08年留下来的 那么关于疫情 也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提供给大家 那么昨天北京冬奥会 施奥人员是有32例洋力 其中17例在机场减出 15例在我们的闭环之内 那么从开始到昨天为止的 总体数据是这样的 有232例洋力事件 其中的136例在机场减出 而69例在闭环之内 关于闭环之内的 其实目前有11例在医院正在接受治疗 但是症状不是很明显 这就是防疫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有日本记者问到了 关于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一些相关的不同 那么国教委会表示 其实冬奥会也是成功的对防疫做出了贡献 但是北京冬奥会 其实这个闭环目前不管是对运动员 还是对相关受议员全部实行闭环管理 有效地防止了闭环内的病毒传播 那么国教委会也是介绍了 从目前来讲的所有的阳性病例都是 各里没有发现任何的聚集和传播的迹象 以上由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亚东 在主期中心报道